那個字 然後把它圈選起來 好 圈選之後呢 你就用你的食指 單點一個顏色 讓調色盤出來之後呢 動 哈囉 大家好 我是Kelsey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今天呢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9個IG現實動態的秘籍 這9個秘籍呢 不是每個人都知道 可是呢 這個秘籍可以讓你的見識動態更加的豐富 好了 廢話不多說 我們開始吧 好 在還沒正式進入之前呢 先讓我打個小廣告 這個呢 就是我的個人IG啦 大家可以多多追蹤我的IG 還有看一下我的現實動態 看我在幹嘛 然後看我美美的照片 好 我打完廣告了 現在就是正式進入IG現實動態的秘籍 好 如果要PO一個IG現實動態呢 要滑左嘛 然後去拍一張照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IG現實動態可以打字吧 打字的話呢 就是這樣子很普通的打 你看這樣子就是很單調 很無聊 然後呢 第一招就是要教你們如何把字體變得更酷 好 打開你的任何瀏覽器 我的話 我就是用Google Chrome的 然後去到這個網頁 coolsimple.com 這個網頁呢 我會留在下面的資訊欄 你們打開就看到了 好 打開這個網頁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很多不同風格的字體 任君選擇 想要讓字體變酷很簡單 你看到這裡有一支筆嗎 然後在這個筆這邊呢 單點一下 輸入你想要的字 好 比如說我想要打follow me好了 你看這裡是全部一律都變成了 你剛剛所輸入的字體 這裡面呢 可以根據你的個人喜好啊 或者是個人風格去做選擇的 好 那我想要選這個好了 square 只要按藍色的copy就可以了 但是呢 只是限英文字 你輸入中文字是不行的喔 好 這個我先把它丟掉好了 好 然後去回剛剛打字那邊呢 按paste 是不是很漂亮 它就變成了很有風格的字 就是那種單調的 然後統一的字體了 好 第二招呢 就是1秒變速射背景 如何讓你這個背景就是1秒 也不是說1秒有點太誇張 就是3秒之內呢就可以變一個速射的背景 方法很簡單 只要按一個筆這邊有沒有 然後再選擇你想要的顏色 好 比如說我想要粉紅色好了 只要長按螢幕3秒鐘 1 2 3 它就變成一個完全速射的背景了 然後你這邊呢就是可以開始寫 你想要的字啊 抒發心情啊等等 第三招呢 就是漸變背景 如何讓你的背景就是看起來 就是顏色漸層就是很漂亮的那種 首先先按你的貼紙這邊 然後選任何一張貼紙 比如說呢 我想要這個貼 好 這個是愛心貼紙嘛 我想要它就是粉藍色漸層 然後我就把這個貼紙無限量放大 你就一直放大放大 它就變一個很漂亮的粉藍漸變啦 那有人就問說 為什麼不要去Google 就是輸入漸變背景 然後現在的那種照片 就上傳到IG限時動態就可以了 這樣子做的話呢 就是非常的麻煩 因為你要需要瀏覽器 然後就是一大堆的動作 可是這個呢 只要任選一張貼紙就可以了 而且顏色呢 就是你自己喜歡什麼顏色都可以 比如說我不想要粉藍漸變 我想要來一個粉黃漸變好了 好 這個就把它丟掉 一樣的就是把這個無限量的放大 好 雖然剛剛找不到黃色的貼紙 這個橙色的一樣可以吧 好 你看它就是變成一個很漂亮的 粉橘色的漸變背景 它是不是很簡單 任何貼紙都可以無限量的放大 只要用兩個手指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了 那第四章呢 就是要來講一下貼紙了 那你全部人都知道IG有自己的貼紙吧 然後這裡呢 就是我的貼紙 可是你知道貼紙是可以改變表情的嗎 不知道吧 好 我就選了這個滑雪的小企鵝 如何把它變表情呢 你只要單點那個貼紙 單點一下 欸 它就變另外一個了 再單點 它就變成溜冰了 所以任何貼紙呢 你都可以試一下單點 好 那我就選另外一個貼紙說示範 比如說這個微笑的企鵝 再單點一下 欸 它就變成一個笑著哭的企鵝 其實還有很多都可以變 比如說這個咖啡杯 單點一下 欸 它就變一個南瓜奶昔 再變 變熱咖啡 再變就變熱拿品 可是重點就是每一個貼紙都不一定可以變 像這三個都可以變嘛 然後我再選一個不能變的 像這個 你看我怎麼單點 它都是沒有辦法變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有空的去按一下 到底哪個貼紙是可以變哪個貼紙不可以變 好 這一招呢 就是真的很少人知道 我是看到一些國外的blog 或是instagram在用 然後我自己去搜尋一下 知道你會怎麼做的 所以才跟大家分享這一個的 好 首先你必須要下載一個APP 叫做HIP TYPE 看到嗎 這個紫色的APP 看這張照片呢 只要按一下藍色的打工就可以了 雙點你就可以把那個字換掉 那我跟剛剛一樣就是寫一樣的字Follow Me 好 你就看到Follow Me就開始動起來了 如果你不喜歡這個動態呢 是可以改的 看到下面有一個T字嗎 然後你就按進去 它這裡有不同不同的風格動態 任君選擇 然後決定動態之後呢就可以選擇顏色了 然後下面這裡呢就是有一堆顏色 所以大家就可以下載這個APP 就是玩一下 然後熟悉一下它是怎麼運作的 重點呢 這個APP是完全免費的 這APP說就可以下載到了 第六個秘境呢 就是繼續要來講字體的 可是第六呢 是不需要任何的APP 或者是任何瀏覽器在裡面IG 限時動態就可以做到的 那我要教大家如何弄3D字體 先按打字那邊輸入你想要的字 然後放到你想要的大小 好 那我覺得這樣子是ok的 再選擇你要的顏色 那我就放黑色好了 然後呢 重複剛剛一模一樣的動作 這次呢 大小一樣 輸入了字一樣 可是顏色要稍微改一點 好 剛剛我是放黑色嘛 那我這次要放一個紅色好了 做完之後呢 就有兩個一模一樣的字體 之後的步驟呢 就是要把它排在一起 可是又不可以把它就是這樣並在一起 好 我就會把它放在這裡 看到嗎 它就變成一個有3D的錯覺 如果你把它並列的排在一起呢 它就看不到後面的黑色影子了 然後你就要把它放成這樣子 它就會很自然的變成一個3D的錯覺 好 那第7跟第8的秘訣呢 都是有連接性的 那我先來講第7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IG可以做彩虹字體吧 可是還不是完全的很多人知道的 然後我就順便來講一下好了 好 輸入你想要字之後呢 你就可以單點那個字 然後把它全選起來 好 全選之後呢 你就用你的石子 單點一個顏色 讓調色盤出來之後呢 然後讓你的中指跟著它移動 有點難解釋 可是你應該大概懂我在講什麼 你就要跟著它移動 看到嗎 它就變一個彩虹的字了 這樣子看它比較清楚嗎 可是呢 第一次嘗試就比較容易失敗 可是你試了幾次之後呢 你就會比較熟練一點 一般呢 也是跟剛剛的有連接性的 剛剛彩虹字體的話 我們是兩隻手就是左右移動嘛 這個漸變字體呢 是就是上下移動的 好 示範給大家看好了 好 跟剛剛一樣全選 如果想要做一個綠色漸變 好 我去到最淺色那邊 好 就是這個漸變的字體 雖然沒有很完美 但是 你應該知道我是怎麼做的吧 就是一隻手要往右滑 然後另外一隻手呢 是往下滑 所以你的手指是這樣 就是有一點難度 可是呢 到最後還是做得出來啦 好 最後一個秘笈呢 就是Color Picker 那我就隨便選一張照片好了 好 我就選這張照片 好 如果這張照片呢 我想要加一點字的話 好 你看這個字呢 就感覺跟這張照片有點格格不入 那 我想要改變那個字的背景顏色 那我要怎麼做呢 按這個調色盤嗎 No 我才不會教你這麼簡單的事情 好 你按出這個調色盤之後呢 把你的那個指標推出去照片那邊 欸 它就變這裡了 然後就開始挑選照片中的顏色 比如說我想要它跟這個門一樣顏色 它就跟照片的那個門的顏色就變一樣了 你看到嗎 就整個畫面很和諧的樣子 然後當然呢 它們就變成同一個色系了 OK 今天就是跟你們分享IG限時動態9個隱藏密集了 你有學會新東西了嗎 如果喜歡這個影片的話不要忘記按讚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